我们要学习主成为祷告的人 愿父的名被争为圣 愿父的国来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弟兄姊妹们平安喜乐 我是台中士照会正言以凡姊妹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八年前弟兄参加了第一期壮年班的训练 我因孩子年幼未能立即参训 却蒙主怜悯 有份于诗歌的服饰 每一期都参与学员出外展览和毕业聚会 聆听他们蒙恩的见证 看见主在他们身上奇妙的制作 我心生羡慕 深知训练是我所需 去年九月 我终于如愿参训了 课堂上教师满带启示亮光和供应的传书 使我能因真理欢乐 在意向上被拔高 生活中如也见周遭的人事物 护露我这天然的人需要被了结 上学期我周末回到家 常因专注训练的课业 忽略了与弟兄的互动 两人关系一度紧张 甚至变成冷战 因教师话语的帮助 在祷告中蒙主光照 神人的生活乃是经历死与复活 也就是经历十字架与纳灵的生活 我若不死 生就无法在别人身上发动 建造也无从产生 当我看见这与主同死的意向 愿操练像极死 平临活时 家里的气氛改变了 与弟兄的关系 从原本的相敬如宾 转为真正的甜美和谐 同心合意 这学期主更有奇妙的带领 祝弟兄也有份于辅训的服饰 夫妇一同领受训练的丰富 周末一同出外开展 佩搭服饰 我们成为最好的活力同伴 感谢主 训练帮助我更主观的经历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我愿操练天天与主同死 时时平临而活 与弟兄同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 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我们都跟随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来自高雄市召会的 焦淑云姊妹 费利比书三章十三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不论以往的经历 多真实 多美好 我们若留在其中 怀气不忘 就会受阻扰 不能更进一步的追求基督 参加壮年班之前 我是一个得救四十多年 在照会一直有服事 并正常聚会的基督徒 表面看起来 我的基督徒生活 过得还算不错 但主在内心深处告诉我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 我还需要被主更深的成全 所以我报名参加了壮年班的训练 我要更多赢得基督 借着壮年班每天严格 且细致的寝室内务检查 渐渐调整了我从前做事 随性马虎的个性 借着每天诚心 并操练舞蹈 恢复我与主情深 而亲密交通的生活 借着周末到乡镇开展 拯救我脱离自己封闭宅小的天地 成为神的飞银部队 并从中学习 如何与同伴们配搭 为主说话 从前我常听人家说 一个人到了五十岁 性格就定型了 很难再被改变 但壮年班的训练 却打破了这个限制 让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 还有机会 重新被主制作雕刻 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劫训后 求主保守我 能继续过训练的生活 与主同工 在召会里 与众圣徒一同往前 开展主的国度 迎接主的回来 我们愿学习 祈福地势 有隐秘的祷告 学习上到高山 享受与父亲密的交通 我们愿学习这更深 内在的功 course 我们愿练 我们愿意ә nten